近年来,随着国家大力支持我国的考古事业,全国各地掀起一股考古风暴,很多专家为了保护目中文物,纷纷加入考古行列,尽管很多宝物在专家的发学下得到保护,让民间依旧有很多文物被当地的有人人捡到,因此为了保护这些文物,考古专家暗中组成寻宝队,下乡寻宝。 接下来,暗阳市考古专家在私下乡寻宝中,意外得到一件青铜国宝,青铜园,据当时的历史资料记载,时间回到2003年,暗阳市政府积极支持当地发展渔业,暗阳附近渔业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。 其中,当地有一位村民约好隔天和几个村民一起去钓鱼,等到村民出发时,几个村民却集体放他鸽子,无奈的村民只能自己去钓鱼。 就在渔民钓鱼的过程中,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鱼竿死活拉不动,最初村民认为自己可 八字解读人生,风水改变命运,大家好,居士,从业风水26年,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 针对八字测算,风水布局,命力分析,事业财运,首相面相,感情婚姻,有独到专严见解。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,情感不顺,诸事繁星,原主可添加,本局是微信26682135,一一帮你调节化解,记住微信26682135。 暗阳师考古专家在附近进行寻宝时,无意中得到这个消息,兴奋的他们火速赶到村民家中。 专家对村民调到了这个青铜王八进行细致鉴定,最终专家断定,这个青铜王八为3000多年前的青铜国宝,青铜园。 专家随后对这件国宝文物进行详细记载,这王八通高10厘米,长21.4厘米,宽16厘米,重1.6056千克。 专家还在王八的背面发现极其珍贵的名文,秉身,王于环,或王一射,射三。 专王费时,王令请凶于坐侧班,约奏于庸,坐如宝。 这段名文详细介绍了上周时期的设理内容,由于村民主动上交,专家承诺给他申请博物馆的特殊奖励。